专业的频道奖 得奖的是 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股份有限公司 恭喜 69898新闻台 拿下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金钟奖评审认为 98新闻台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的台湖 正是创作的精神和经营理念 多年的用心耕耘 在听众从业广告主间 建立了良好形象 因此以专业新闻频道 获得了专业频道奖的肯定 news9898新闻台台长 孙伟明致辞时表示 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就是news9898新闻台 是全台湾唯一在调频频道 播出的新闻专业电台 相当感谢评审的肯定 和听众的支持 我们是全台湾唯一一个 在调频频道播出的 新闻专业电台 FM98.1 感谢评审委员的肯定 更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一高兴就想唱台湾 新闻专业新闻 听见全世界 全世界 news98 孙伟明说 这座金钟奖是news9898新闻台的 第一座金钟奖 对于第一次得奖 就是拿到专业频道奖的肯定 非常开心 记者许金飞台北报导 记者许金飞台北报导